就不问的话就麻烦了 最后的话就是把新增工作表复制过来 结合什么呢 结合刚刚的这一段 班级这一段 把这一段贴到新增工作表中间 这样看比较不清楚 我们看云段上 其实我是把这一段上面这个是新增工作表 底下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复制工作表那一段 就是把它放中 里面有哪一个不一样呢 就是里面会多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到哪一个工作表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OK 那如果你这个可以理解的话 那应该没问题 就是可以把它抠到不同的工作表里面去 那我demo最后给各位看 这边最后做出来 新增工作表配合复制 OK 一般抠过来 二般抠过来 三般抠过来 最后就完成 不过这个方法当然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城市真的还蛮冗长的 而且很容易做错 不过其实重点是把新增工作表 跟刚刚的那个复制到另外一个范围 把它合并在一起 其实基本上架构就是这两个合并而已 好 好